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天星 从这闪着过 像你这样如果获奖这么穿就不行了 那要弄一些东北的背单布 然后呢做成拖到地上的八米长的裙子 后边一个小天使拽着 你有没有看过中国明星到这来争取斗艳 然后往怪了穿 真的是这样 像张新宇他们就说他穿了一件棉袄 是披着一个床单就过来了 而且是东北乡下30年前结婚的时候用的床单 他可能觉得这是中国元素 其实他觉得只有中国元素才能吸睛 但是我觉得在美国的话 可能其实还是审美比较 就是universal一点 比较那个宇宙化国际化 可能会更好 你读美国的顶级大学 然后又学表演 心里一类的 我有件事不太懂 比方说这次在拉斯维加斯 那两位呢 美国同时又是中国的文化商人 他们强调说要在今年的圣诞节 或者支持明年的中国春节 推出一档的中国秀 这里面有武术有这个京剧 然后还有呢 中国的各种各样的杂技 甚至包括中国佛教 他说这个东西要常年在拉斯维加斯演出 这里边有中国的元素 你认为这个东西可行不可行 来自世界各地的赌客们 游客们会不会有兴趣看 这样的中国元素 我觉得其实相比于拉斯维加斯 有很多秀 他最著名的秀 比如说是以怪异取身的蓝人 就是全身都是蓝的那些杂技 或者说就是以色情取身的 这种脱衣物的秀 你看过 我看过 其实 还不够色 人的本性了 但是我觉得可能除了这些 以人的本性去吸引别人的秀之外 中国的这个文化元素 如果能够做出来的话 其实我相信全世界 现在对于中国的崛起 也是有感觉到 所以他们可能会越来越多 关注中国的文化 所以我觉得这个秀 可能会成功的 在这边 刚才我们在采访 好莱坞的一位音乐制作人 来自台湾的高先生的时候 他做了很多曲子 包括最有名的女演员 叫小蓝什么 小田田布兰尼 小田田布兰尼 对 他们演唱的一些歌曲 都是这位先生作曲的 而且这位先生还和 麦克尔杰克逊住邻居 在这住豪宅 兼做房地产商人 刚才他说的一个话呢 引起了我一点思考 他说 中国的电影和好莱坞的电影 其实就制作水准而言 并没有那么大的差距了 真正的最重要的差别 是文化理解上的 文化理念上的 表达方法上的差异 没错 因为上次冯小刚 到我们学校来做演讲的时候 我有仔信去听他的讲座 他是说 如果你中国的电影 比如说是像西游记这种东西 你就要弱化他很多的配角 然后把主线突出 其实就是他说 中国的电影 为什么要给 怎么样才能给好莱坞看懂 就是把它拍成 跟中国的小孩都能看懂 那在这边就有市场 有票房 人们就能够读懂了 就是说一定要是 然后英雄战胜了一个坏人 其他的主轴都是这个样子 我们中国人思考问题太复杂 我们的弯弯绕太多 我们的园林都是一步一个景 然后不移景 一来回变幻 又有七经八脉 阴阳五行 再加上太极图 所以老外看不懂 冯小刚这话有点狠 但是冯小刚说了真话 那就是说 对于绝大多数的 能够给我们带来票房的 美国的一般观众而言 我们的是非要非常明显 这两个角色标识要非常明显 要不然一乱 那美国观众看不懂了 看不懂了 中国的文化 便不能够植入美国社会 所以冯小刚说 西游记要删掉其他的角色 那就只有一个孙猴子 是吧 唐僧 杀僧 杀僧 猪八戒都没了 就是就只有一个英雄 然后战败了那些妖魔鬼怪 然后取得了震惊 然后这个主线 就可能会更多的美国观众 会看懂并且接受 所以要么是绿巨人 要么是蜘蛛侠 要么是美国联邦特工 要么是美国的一个 潜伏的大英雄 总而言之这个人身上寄予了所有人的优点 包括超人的优点 然后战胜所有的妖魔 那些妖魔都是一个鬼脸的 都是万圣节的美国的鬼脸 但是你说这种美国人对文化的理解 是不是有点像中国的幼儿园的中班或者大班呢 可能说就是他们从小接受的 比如说我们会花很多精力去学数理化 但是他们从小就是说他们的数学水平 不管其他一些科学方面水平跟我们学生都不能比 所以我觉得他们可能逻辑思维方面能力 没有我们国人培养的那么强 又说到教育问题了 美国的教育是这样 在小学中学对于你的数学水平不做特别的要求 所以他们是非常非常的低门槛的 但是美国的教育对于那些数学方面有天才的人 那就不断的为你 不断的为你 不断的给你提供最好的条件 以至于有些数学尖子 计算机尖子就能够收入到你们学校 哈佛 麻省理工最后变成美国数学方面的天才 因此美国这种教育也有好处 那边因才是教 没错 不难为大多数也不影响的极少数天才 我觉得的确是这样 就是可能美国对于小孩的培养会更多的是那种放养式的教育 就是任你发展 然后他会强调一个就是individualism 就是要突出个性化 就你有哪一些特长 他就会着重去培养你方面的特长 然后可以自由选择课程 包括在初中和高中 你说像你这样的小美女 你是华裔 虽然现在在美国 但是如果真的进入好莱坞 是不是也是相当不容易的事情 在美国的话 我觉得华人演员的机会肯定很少 然后也是一种 我们往后退的时候 不小心碰了一个老奶奶 老奶奶说了一句excuse me 就说不好意思啊 请你注意啊 这个意思 所以呢大家知道了吧 录节目眼光六路我成八方 我的眼睛只往前看不行 后边没眼睛 后边如果有眼睛 刚才老奶奶我就不会让人家说excuse me 我们紧接着说 I'm sorry 那她说excuse me 我们说I'm sorry so sorry 老太太没有表情 意思说干嘛呢 讨厌 I hate you 您不是很受中老年妇女欢迎吗 这位好像有点 这个奶奶好像不喜欢我 你不是她的菜 你说华裔女演员在美国 好莱坞 她的角色很少了 而且有的角色呢 又未必是我们的华裔女演员愿意接受的 比方说某一个著名的女演员 扮演了一个西贡的 从事某种特定职业的女性 结果呢 她自己觉得演的还没有尽性 戏很少 但是已经让中国的一些观众觉得受不了了 我听说我们袁轩姐 她拍过这边的一个比较出名的华人演员叫白玲 您知道吗 白玲 我知道是一种布啊 白玲她就是说是 袁轩姐知道了 她是以托成名 然后就各种走红地毯的时候 路点啊 然后在国内被人购骂 但是在这边 她就是以这种方式博得眼球 其实现在好莱坞演员也是 这种生存方式 我觉得也是蛮可悲的 作为华人女演员来说 中国的华裔的女演员 如果要想在世界上呢 在好莱坞争得一席之地 我觉得博人眼球的八卦的方式 那一拖拖个金光的方式 以至于呢 各种模样自我吹嘘的方式 都不足取 真正要想呢 做好这个工作 一是要有扎扎实实的艺术功力 也就是说要讲好中国故事 还有一条呢 那就努力要让美国的观众 包括美国的评委 理解中国故事 理解我们的表达方法 所以中国元素必须配上 美国人能够理解的方式 这样我们的作品才能够植入美国人心 我觉得老师说太经典了 就是这样的二合一的模式 你要有中国特色 也要有这边的人能够接受的这个 他们的逻辑的这种方式去告诉他们 所以这次在拉斯维加斯打造的这台巨大的中国秀 可能就是一个很好的尝试 而且舞台剧的好处是 每天和观众直接见面 一点点磨合 你的每一个动作 每一段秀 都可能会让人家现场即席有反应 那不行就调整吗 调整来调整去 或许能够达到一个效果 那就是美国观众看到的是中国传奇 而中国观众看到的是美国的绚烂 因此中外合必或许这台秀就能够直接延伸出一部电影来 假如以这个秀以及秀推出的整个过程为剧本的话 我相信你会写一个 然后呢你来演一个 我来现场解说一个 说不定这部戏还真的能够比其他的原汁原味的中国戏 更吸引美国观众 对而且他有拉斯维加斯这个平台 然后有就是背后的幕后团队去推这个东西 所以我觉得这很好 这个故事我会去做 你说我们这期节目如果不小心让凯撒集团的老总听到 让凯撒集团的这种国际专员闲径呀 让国际专员的思晓啊 这些人听到 不小心让在拉斯维加斯发展的中国的灰哥 王一大哥听到 那说不定这个投资问题解决了 赶快把四把白话这期给他们去看 各位有没有发现四把白话完全可以变成一个谋划各种阴谋 贯穿种种创意的这样一个节目 再让你说我的节目浅薄 再让你说我的节目胡说八道 谁说的呀老师字字朱击 而且每一个都每一集都有经典子 所以我觉得太精彩了 哎呀真的吗 这夸奖还有点受不了 我怎么觉得我信口词黄满嘴跑舌头 你知道什么叫满嘴跑舌头吗 我不知道什么叫满嘴跑舌头 但是您的满嘴跑舌头就是每句话都是经典 哎呀为什么加加被我写来做我的搭档 就是因为吹捧领导啊吹捧老板呢吹捧大哥呀 然后呢吹捧主持啊这是庸俗的美国社会 我觉得真诚了 我相信你真诚 美国这个我连着走了二十几天啊 我发现美国人表达是比较直接的 不像我们中国人拐那么多弯 对而且我喜欢这种直接的表达方式 因为我觉得拐那么多弯 你去猜你去想有的时候还会有missinterpretation 就是说你会觉得这个无法理解 然后出现交流的错误 其实这是一种社会的自我能量消耗 这段话说的也很精彩啊 警惧啊 比方说美国人他很热情 哎欢迎你什么都好 当你说你们家有枪嘛 他立刻就严肃起来了 就绝不会把枪给你的 即便他非常喜欢你 说到枪他也不会给你 对就是他们有自己的底线 他们有最后一道关卡 你是不能越过的 但是呢前天我和加加在路过一个 叫做瓶子森林的地方 见到一位69岁的老哥 他却主动的提出来说 我这些瓶子都很值钱 为了保护瓶子 I have a gun 于是他进到屋里就真的拿出一把枪来 那是施张声势了 就是用外部的部件去伪装自己心里的虚弱 哲学家 没有 你现在说话越来越哲学化了 我的直观感觉就是这样 这位老先生呢 他回去取来的是一把真枪 但这个真枪已经生锈了 残缺部件了 所以这把枪呢是可以试人的 但是他真枪却未必试人 嗨 你们好 嗨 中国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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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了半天都没反应 刚才呢 嗨 你好 你好 嗨 你好 来来来来 刚才过去一帮的这个中国人面孔 我们跟人说韩国泡菜话 人家不答应 不猜我们斜眼都不看一眼 我们说日本寿司化人家也不理我们 反而那边有中文的人大喊司马南老师吗 最后有一个大哥说司马南你们做节目 美国的街头人见到中国人一点不奇怪 我觉得越来越多中国人跑到这边来了 没错 游客很多 学习的很多 在这边做生意的 投资的也很多 所以在任何地方都能见到中国人 我觉得其实我们14亿人口还是有用的 但是也是不仅是推广我们中 希望会引起就是国人对于中国文化的重视了 这次在美国转来转去 我有一个发现 我发现好多老外喜欢拉着中国人照相 以前那是中国人个别的 不开眼的 居然还认识司马南 拉着司马南老师照照相 那是自己的国人 但是这次来我们 我们同行的若干人 都会被美国店老板拉过来照相 然后呢 然后他们可能是看中我们作为中国面孔背后的中国市场的这个经济吧 然后他们会坦白的说 两个小时以后你们上美国的脸书了 然后你会看到你们的照片 然后我们可能要借用你们的脸孔去宣传自己的店铺 没错 我们原来是扮演的广告的角色 对 他们拿我们做广告了 但是我们也很愿意啊 对不对 对 我们做了广告 他们给我们做了广告 于是他们的商品卖得多 而我们扩大了我们的文化影响 又来了一对 这对你才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 嗨 こんにちは 韩国人 韩国来的 中国人吗 韩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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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是中国人 大哥的是从中国来了 又是游客 他们估计是福建啊 广东啊 海南来的 对不对 大哥请你说话 他们都很腼腆 一看那春小家扛着摄像机 他们就不给我们说话 吓死宝宝了 我发现一个文化差异 中国人面对镜头的时候 特当顺 对 他们就会想到自己注意形象 播出后怎么办 但是美国人看到镜头 大部分的人都会往里窜 对 美国人过来 然后特别有戏 然后在那边就表演出自己非常独特的这种个性 其实我觉得这也跟就是美国从小培养孩子要降掉个性化 所以每个美国人都很善表演 最普通的美国人到镜头里面来 他跟三兵 新闻发言人每个都是 对 都跟那总统似的 对而且说的很得体 然后很很有风度 一个持荒的老人居然也能用低沉的语调说那么连贯的句子 在国内如果换了国人 可能在镜头前就会支支吾吾了 中国的在镜头前面说话最紧张的你猜是哪类人 可能是像我这种小女生 小女生表演很漂亮了 小女生这 啊 苏老师 真正在镜头前最紧张的是领导干部 那领导干部脑子运算量很大呀 说我在这说话得体不得体呀 我的老板怎么看我呀 人民群众怎么看呢 我的皮带能不能露出去 我的手表能不能露出去 好 说话一个字一个字往外崩 然后还想我刚才您就说了有没有对 我下一句要说什么 是不是要说了更上层次啊 对啊 因为他们太紧张了 心里别想的事太多了 所以呢就不敢随便说话 我之所以口舌如簧 就因为我什么无所谓啊 我随便讲 我没有心理负担 最多我回去我老婆给我两拐账 但是某些领导干部就不行了 一句话说错了 那就别人在网上做文章 那可就不得了了 没错 可能就像斯文老师 他们就是走自己的路 管别人去说吧 这种个性 其实我觉得录节目还是很重要的 对于一个电视人来说 对于一个主持节目的人来说 你必须通过你的语言 把你所看所想所感的告诉观众朋友 但是单官就不一样了 单官他想的是 千万千万别出错 有事不如没事 没事不如有好事 天天想着 决定我关运的那个大哥 他怎么想啊 那这个人就不是自己了 活的不是自己 所以说话就言不由衷 没错 他要考虑的那些问题实在太多了 各方面的心理的压力 或者说是将来未来的前途 所以真的太累太累 其实说起来美国的政客也是一样的 美国政客也不可能说的都是真心话 但是呢 他从小受过讲演术方面的训练 这些政客说话的时候呢 他知道你要什么 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 至于以后兑现不兑现 对不起 那不是我的事 所以呢 有一次我们见到一个老奶奶 老奶奶说到呢 投票之类的事情 老奶奶说了一段精彩的话 他说了什么 老奶奶说 那些人呢 上台之前 你喜欢什么呢 说什么 但是他上台之后 他绝不对线 因此我对投票的时候 根本就不感兴趣 那老奶奶逗啊 普通的美国老太太 我想起来 他说是说 他们上台之前 都是说 Yes we can Yes we can 但是上台之后就变成 No we can't We cannot We cannot 就变成这样 所以呢 美国那些普通的老百姓 早已看出了政客的这套把戏 因此呢 一半以上的美国人 对选举根本不感兴趣 也就是说 美国的这种选举 事实上是由呢 少于一半 甚至有的时候 是30%的人 选出来了 100%的人的领袖 这个游戏 对 挺有意思 这游戏不公平啊 虽然说是选举 其实并不能代表 多数的人意 当然他也不在乎 你们的多数人意 其实还是 那些议会那些财团 因为美国是资本主义 所以其实财团说了算 或者说是那些 有钱有势的人说了算 嗯 我非常感谢 嘉嘉作为一个 生活在美国的女孩 她对美国的政治 有如此深刻的认识 就这一点 中国国内的很多人 看不清楚 好了 关于美国的政治制度 我们不评论了 我们现在呢 还是要说说 好莱坞的星光大道 你在美国 你说 真正的普通的美国人 对这个星光大道 怎么看 有一天我 我是采访一位 参加过越战的老兵 去他那个枪的商店 当我提到好莱坞的时候 他非常反感地说 I don't like Hollywood 其实我觉得大部分的美国群众 特别像我们这个年龄的孩子 可能还是会对好莱坞有一种 就是幻想 一种说是梦想 但是说很多美国人 他们也会觉得 你有没有钱跟我 关我什么事 我过好自己的生活就好了 很多美国人都是这种 非常lay back 非常自我满足 满于现状的这种心态 跟国人很不同 中国的娱乐圈呢 也有一个特点 有一部分追星啊 追到哭鼻子啊 追到查不思放不详 有人甚至到香港去 非要找某明星 刘德华 就遇到一个 没错 很多老百姓对好莱坞默然 倒是中国学电影 学导演的 学演艺的 中国的几所愿校的学生 说到好莱坞活成抽筋 好莱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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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这种情况也不正常 对 其实我觉得还是要正面的看待 好莱坞也只是一个产业 然后它也只是生活娱乐的一部分 所以其实生活中有更多更美好的事情可以去期待 所以中国现在呢是世界上大片生产国 中国的观众呢是世界上最大量的观众 中国的电影市场是世界上的增长速度最快的市场 在艺术成就到底怎么样肯定的这个事情上 中国没有必要看美国演色行事 中国不必要以美国的评委的标准为标准 中国不必在没有拿到好莱坞的各种奖项之前 就认为我们跟人家差了一个级别 当然人家的好东西我们是要学的 没错 我觉得好像我们习大大上台之后 他说要把中国的软实力给推出去 就是我们要推中国的文化 作为软实力的一部分 所以这也就是可能说解释了为什么近年来 近几年来中国电影有很大的发展 因为我们刚才在采访那个中国剧院的老板的时候 他就说他观察到特别是近几年中国电影的彭博 是势头非常的猛 有一个不争的事实 我把话放到这 这获奖不获奖 其实和这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大有关系 中国的本土的科学家霍诺贝尔奖的有吗 过去没有 前面就有了 是吧 图优优 优优录名 图优优获得诺贝尔医学和生理学奖 中国本土的科学家有了 老奶奶八十多岁 研究轻毫素 解救了世界上很多因为患虐计而死亡的人群 所以这次获奖了 那奥斯卡获奖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 随着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 相信只是个时间问题 只是评委们怎么判断的问题 只是评委们灵机动往哪转的问题 对 或者说还有一些就是幕后公关的问题 还有对于这个国家 或者说是对于中国文化的一种重视 可能就会推这个中国的这个获奖的这个趋势 好了 今天我们在美国好莱坞 星光大道 这一段司马白话特别节目 先说到这儿 司马白话美国两万里 继续前进 Let's go Let's go